继续来到我们的2023年DSC卷1解卷第19条B3的位置 作为一条大题的最后一部分,它是有点难度的 要你自己留意到一些很关键性的资讯 我们先看这个图 刚才我们不知道这一点的R的Y座标是多少 我们当时就担心了它叫RY 但后来我们知道T是24之后,其实RY是可以计算的 因为Q是PR的Mid Point 所以你将这个0再加上RY 加上随二等于24,你就会计算到RY 所以有数得计,你会知道它是48 好了,知道了RY的Y座标是48 这个资料是很关键的,为什么? 因为原来这一条的长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为什么要计算呢? 我计算完之后,你会发现有些很有趣的东西出来的 这两点的距离不难计算 14-0的Square,再加48-0的Square 就是14二次,再加48的二次,加上2500 开方 你会发现,原来这条边是50来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这条边都是50来的,你想想 由00去到50 即是说,原来这三个人 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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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的 即是说,原来这是一个等腰三个人 等腰三个人又如何呢? 这条数本身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你熟Partsaver的话 你真的做Partsaver做得很熟的话 你会有印象就是2016年那条的大题 其实是教了你怎么做这条 2016年那条大题就是有一个等腰三个人在这里 接着他说的有些深是会共线的 现在我们可以验用这套逻辑 就是原来这个三个人是等腰的 即是说,其实你已经证明了刚才 OGQ是共线的 所以其实G应该是滑过来这里的 我们不怕花,稍后我滑过一个新的 即是G应该是位于这条线上的 还没完 他现在还有说了一个I I是内心,in center 都是在这条线上的 为什么?为什么内心都在这条线上? 这个其实就是2016当年那条的大题教识我们的东西 不过当然我们都可以再证明一次给你看 你想像一下如果我随便画一个等腰三个人 有一个等腰三个人在这里 然后中间呢 刚才我们的G其实是那个垂直评分线来的 即是G是说外心 雙金中心就是垂直评分线的交点 那G是位于这里 你想像一下 一个等腰三个人 中间有一条垂直评分线 你想像一下左右这两个三个人 其实很明显是全等的 因为大家都有直觉 这条边等于这条边 接着等腰等于等腰的那条边 即是RHS这两个三个人根本是双等的 所以这两个角都是会双等的 所以从而你会得知 其实I应该都是位于中间这条线上的 还没完 因为这条垂直评分线 刚好它是等腰三个人 所以这条垂直评分线沿着这条线上是会双等的 根据这一个位置 即是说 这条其实都是其中一条的高 它是一条条线 所以连H都是位于这条线上 简单来说 原来这三个人一等腰的时候 I,G,H三点 Colinear 这个就是类似2016的A part 即是那条大题的A part 考我们的东西 原来搞下搞下搞那么久 原来I,G,H全部位于这条 OQ这条线上 好了 所以为面的图太花 我们现在再画多个新的 这里 因为又要拆走刚才那些Q和H旧的位置 然后又要再标记等腰 那就免得了 现在我们再画个新的图 这里 这点叫做R 然后若望这里我们叫P 接着 在PR中间 有一点叫做Q 这样的 接着我们现在就得知了 原来 I,G,H 是拱线的 那顺序我不去深究了 可能中间这个才是I的 这些我不管了 其实中间那个都像是I的 那我们 改一改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呢 I作为一个in center 应该就是各平分线 大概是这些位置 所以我画回来 远一点点 不过没有所谓的 哪点的顺序在哪里没有所谓的 那么 可能H这个呢 我画过一点点 H大概就是那条高 所以可能在这里 那 G呢 就是那个垂直 平分线的 焦点 可能会在这里 好 大概是这样 其实没所谓的 就是哪点的顺序 在中间 不影响这条数的结果 好了 件事是这样的 他现在就说了 有两个三个人 一个就叫做 GHR 这个 叫做 GHR 这个三个人 而另一个就叫做IQP 好了 IQP在哪呢 IQP在这里 这边这个三个人 那我们游一游 阴影面积先 容易看点 现在游起了阴影面积 那两个三个人 那他就问面积比是多少 再强调就是 HIG的三点的顺序 我没去深究 因为我们会知道 是不关事的 这个顺序 好了 那你想一下 这两个三个人 如果 你拿 HG做底 和IQ做底 他们的高就会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拿HG做底的话 最高点是R 然后另一边双就是 如果 你拿这个叫做IQ做底的话 最高点是P 因为这个三个人 刚才说了是对称的 就是等U 所以 如果你拿 这条 叫做HG 和这条 叫做IQ做底的话 其实他们 他们最高点分别 就是P和R 所以 高呢 大家是一样 即是说你现在呢 要计算 这两个三个人之间的面积比呢 你是要找两条底的比例 好了 两条底的比例怎么找呢 很简单的 直接计去长度 可以了 即不用玩那些 估计去几比几了 直接计去HG和IQ的长度 就可以了 好了 HG简单一点的 我们先计算 HG的长度 究竟多长呢 因为 G的座标 其实我们有的 我们找回之前 我们做过的 的什么先 G的座标是有的 叫做25 然后75 over4 那H的座标呢 我们当时也计算了的 就是这里 叫做14 252overT 好了 而T是24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252除24 计算到 H的Y座标呢 其实叫做21over2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HG的长度如何计算的呢 就是 开方根 接着这个呢 叫做 25-14 的二次 再加 这个叫做75over4 再减21over2的二次方 那就会计算了 按下机先 25 减14的二次 再加 75over4 减21over2的二次 好了 接着再开方这个数 叫做13.75 好了 那就是说你现在知道了 这个阴影三角形的底 HG的长度 接着到IQ的长度 IQ的长度如何计算呢 这个就是整条数 算是考得 稍微稍微的位置 好了 现在留一留 其实整个大三角形 OPR 每一点的座标你都知道的 好了 O是00 不用说啦 P就是50 刚才说的R的座标 其实叫做14 48 那这里我们的48 都可能算出来 给大家看看会好些 所以我们先说了 就是Ry 再加 这个0 除2 会等于 24 Ry 自然会是48 Ry不用切的 因为我们上面切了 是A part那里 如果有跟着这个步骤的话 好了 那就是说 其实现在 这三条边 RO OP 以及RP的长度 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OP不用算了 50 刚才OR我们试了 也是50 现在差P、R的长度 你计算了 那你就会三条边齐了 那你就可以用cosi formula 去计算这一只角的角度 那有这只角的角度又怎样呢 因为 I作为一个in center PI其实是一条角平分线来的 Angle by center 所以你是可以除以计算到半只角 那有半只角又怎样呢 因为这里是一只直角 所以 你可以 立刻用Tangent 这半只角 等于IQ除QP 从而你计算到一个IQ出来的 那整件事你有了IQ就搞定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计算那个叫做RO RO叫做开方根 14-0的Square 再加多48-0的Square 等于50 这个刚才计算了 同一时间 PO又等于50 跟着 再者就是这一条 究竟多长呢 就是叫做 RP 会等于开方根 14-50的Square 再加48-0的Square 等于 我们按下 这一条 14-0的Square 14-0的Square 再加48的Square 再开方 60来的 你看到这个60其实都 有信心你是做对的 那么难得这些数都大大地的时候呢 就是让你计算了整数出来 那你见到这些整数就很有信心了 做卷的时候 就是不要做错了 至少因为 他也是预理会这样计算 就是知道这条60给你一个好处算 应该就是 好了 知道了这条60之后 就可以cos formula 计算整个大角 所以就是cos opq 会等于 op的二次 再加 这个叫做 RP的二次 再减 or的二次 除 二乘以op 再乘以rp P来的 写得很噁心 好了 所以这只 opq 就会是 52次 减52次 那里 cancel 没有了 所以上面就是60的二次 再除 二乘以50 再乘以60 好了 然后按这个 shift cos 这只虽然是一只懒数 但是先讲讲题 但是在三角壳里面 它是漂亮的 这个53.1 如果你做得够多数 你应该认得它 算是一只挺漂亮的角 所以 就会知道 越来越有信心 因为你计算到这些 惯常出现的角 计算到这些60 就知道自己做对了 好了 这只角我们 save 在计算机的a 位置 接着 所以 这一只 半只角 叫做 角 ipq 就会等于 53.1 度 除2 就会是 26.6 度 好了 这只 当然我们save 去b 位置 好 接着 再来 这个位置 知道了这半只 那又怎样呢 我写在旁边了 免得分开两张字 知道了这半只角 我们现在 可以用 Tangent 去计算 iq Tangent 角 这只叫做 ipq 等于 iq 再除 qp qp 不用计算是30 因为它是半条的rp rp是60 qp自然就是30 等于 iq 再除 qp 所以 iq 就会等于 30 再乘以 Tangent b 好了 算了15 哇 这边也很漂亮 你也很难错 我说真的 让你去到最后 计算了15 好了 所以呢 最后 所以 因为不够位置写了 我这里 小小省略号 就是 三角形 那个叫做 ghr 的面积 与 三角形 ipq 的面积 我这些省略号就是那些中文字的那些答题 两个三个人的面积 之比 会等于 hg 再比 iq 会等于 13.75 再比 15 好了 跟着化个帅子数给他就可以了 13.75 再除15 好了 烂数 转做分数 11比12 好 这个分开 这个是最后的 好 就这样 11比12 就搞定了 最后答案 11比12 好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了 拜拜